大家好,我是慈颖,欢迎回到Dance Biscuits 今天我们依然有马来西亚资深华主导教育工作者 黄杰娥老师在现场和我们分享灯笼舞 我们先请老师和我们讲一讲灯笼舞的背景由来 灯笼又称彩灯,是一种古老中国传统灯具的工艺品 起源于2000年前的西汉时期 每年的农历十五元宵节的时候 人们都在家里挂起了象征团圆的意义的那种灯笼 营造一种喜庆的气氛 此种风气流传到现在 还在海外的华人传承保留着 灯笼除了照明之外也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就像小孩子第一次开学的时候 家长们就买了新灯笼带去学校 让他的老师为他点灯 象征这个学生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后来由于纸的发明 让灯笼更加的普及化 得到了更高层次的一种工艺和民俗传承的发扬 据我所知 灯笼舞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标志性的舞蹈之一 那老师您怎么看他目前在本土的发展呢 灯笼在本土的工艺制作发展上 有了另外一层的意义 我发现在马六甲的爸爸良若的豪宅里头 他们的门前挂了那个姓氏灯笼 有人丁旺姓的意义 在中秋节的那个提灯笼的手艺上 我们也有发展成为一种玻璃籽的灯笼制作工艺 在本土的产品里头 也受到广大的各族人民喜爱 更推访到马来西亚 开灾节的马来同胞 他们也制作了种子 叫做Katuba的那种灯笼 挂在门前 大家一同欢庆他们的开灾节 在灯笼舞的表演中 我们一般会看到哪一些比较典型的动力和风格吗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因为灯笼一般上我们就是挂在门口 挂在家里 或者是一种装饰性或者是手提的一种道具 当灯笼要变成舞蹈 要回归在电影和舞台戏剧的表演 他为了发展宫廷的一种气氛 有没有 故事的叙说 他就慢慢的变成了 一种古典舞蹈的宫灯舞 在古典的身段和原厂部的配合下 就发展了一套一套的舞蹈动作 那么也有一些戏剧 为了发展农村的青年男女 在花灯节里头相遇 他们就用了大量的央割 在闹花灯的同时有没有 在开花灯 关花灯 灯笼的 甩 转 丢的过程中 就发展了一套的民间的一种所谓的 特殊的一种舞蹈动力 舞蹈的一些动作 来完成了他们的那个戏剧 或者是电影的戏数的故事过程 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这期的内容有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